我想说就是这位先生 其实你知道你妻子跟你说的几个问题 她背后的意思可能你没太懂 第一个说 当她和婆婆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 她对这个事情 对于你的意见特别大 那女人通常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心里的一种感受是 当我需要被保护 需要被支持的时候 我的丈夫没有能够站在我身边 她有缺乏被保护的感觉 第二 她为什么揪着你喝酒 因为每个晚上她下班到家之后 你和她之间就永远隔着一个东西 那就是酒瓶子 所以你每天是以酒为快乐 以酒为情感的寄托 以酒为依赖 那她算什么呢 她希望变成你手中的那个酒瓶子 能够被你实时地把在手中 实时地去记在心里 她不希望你和她之间有一个酒瓶子 这要的是什么 这要的是陪伴 那第三个 说到工作的问题 她刚才说了 只要你不喝酒 然后找工作 就可以跟你继续过 不工作意味着什么 不仅仅是意味着经济的问题 都得由你的妻子来去承担 那更意味着她的人生 是非常的充满变数的 不安全的 压力巨大的 而都得是她一个人面对的 所以她这个时候要你工作 要的是安全感 至于你们今后走不走下去 说实话我不太看好 我觉得这个女人长大了 你扮了一个女人成长班 这个女人从19岁认识你 什么都不懂 到现在她已经知道了 原来世界是什么样子 她长大了 你未必能够去再让她有安全感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我觉得你们俩最大的问题 就是吵了半天 闹了半天 根本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你说只要她不喝酒 只要她能挣更多的钱 就可以不离婚 对吧 你觉得问题解决了吗 当然没有 你让她不喝酒要的是什么 要她帮你分担 对吧 让她把这些时间精力 都关注在你和孩子身上 你让她挣更多的钱进来 是因为让你和孩子会 所以我让你自己关注在你的 你让她是亲自乎的 实际上 你让她们愿意 我让他们请 Renault 你给你的 你让她们 那 你让她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